哈啰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洲360 让我们来看一下上个星期有什么特别的新闻 首先第一则新闻就是 KEA EV6现身我国 那么就在上个星期 KEA就有把这台 KEV6带出来展出示众 那么这次展出的就是一个GT Line的版本 在国际版本上有分为三个版本 也就是普通 GT Line 还有顶配的GT 这一次就是展出 比较中 算是中配的一个GT Line的版本啦在我国 KEA EV6这款车它是跟IONIQ算是一个兄弟车型 他们是共享底盘的 IONIQ 5走的是一个比较 科幻的一个风格 就是那种Sypobunker的 设计风格 那么KEA EV6呢它就是走一个比较 科技比较未来感的一个 设计风格 OK来简单讲一下这个 EV6 GT Line的一些规格数据 它的电池组是采用一个77.4千瓦的电池组 然后它有分为四驱版本和后驱版本 在后驱版本上 它的最大马力输出为225hp 最大扭矩为350Nm的动力 最高续航里程为528公里 那么在四驱版本上的话 它则是有一个321hp 605Nm的一个动力 最高续航里程为506公里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详情的话 可以点击上方的一个 视频链接 可以去看我们上个星期所做的一个 视频的详细介绍 第二则新闻就是关于到BMW的 有两款新车发布 分别是电动车 I4 M50 和 性能燃油车 M5 首先来讲一下 在I4 M50 它能输出536hp和 795Nm的动力 由前后单电机提供 0百加速只需要3.9秒 配上一组83.9千瓦的电池 最高续航里程可以达到510公里 充电的话 使用11kW的AC快充充电只需要8小时15分就可以给电池充满 使用200kW的DC快充的话 只要31分钟就能从10%充至80%的电量 售价为43800令吉 然后是M5 有普通版和Competition版 引擎还是我们熟悉的4.4升双卧轮V8 不过普通版输出只有600hp 也就是600hp Competition版则有617hp 两款的扭率都是750Nm 售价分别是998,000和118万 更多详情可以到BMW的官网上查询 最后正在考虑入手性能车的朋友有福了 因为BMW的M340i宣布降价 来讲一下这个M340i 它搭载的是依据代号为B58的直列6缸涡轮增压引擎 能输出382hp 500Nm的动力 M340i当时的新车价是402354令吉 现在降价以后最新的价格为 351759令吉 降价幅度高达41000多令吉 所以这个价钱还是非常诱人的 如果你还在考虑要不要入手 M340i的话就不要再考虑了 买它 第三者新闻就是全新的Honda CR-V 可能很快就要跟我们见面了 就在近日 Honda就在北美的市场上 他悄悄公布了这个2023年大改款的Honda CR-V预告图 预告图中的CR-V跟早前在中国内地工信部所曝光的预告是一模一样的 可以说是相当惊喜 那个车身的设计 从预告图上来看 全新大改款的CR-V 它的前脸变得更加锐利 它的水箱护罩也变得更加大块了 看起来更加凶悍的一个样子 然后尾灯的话 它是让人不禁联想到那个Honda Jazz的一个尾灯造型 非常怀旧 至于内饰部分虽然没有确切的消息 不过应该是会维持一个5加2的座椅设定 动力部分虽然也没有公布 但是 在预告图上有看到一个Hybrid的尾标字样 所以我们预计应该是会搭载一个1.5升的EHEV混动引擎 当然也会提供我们所熟悉的1.5升 涡轮增压引擎也就是VTEC Turbo 这个大块款的CR-V会率先在北美上市 至于我们国家的话就要等到2023年啦 所以我们就来看下一则新闻 最后一则新闻就是 Cherry奇瑞的 Arizo iRage 6 Pro即将进军我国 随着奇瑞即将回归我国市场 所以这款iRage 6 Pro也会是奇瑞未来在我国贩售的一款车 首先来讲一下这个奇瑞 iRage 6 Pro 它的轴距是2670mm 是一款非常标准的C-Segment的Sedan车款 再来就是 Arizo iRage 6 Pro的设计非常的年轻化 它的前灯和后灯组都是采用LED的 至于内饰部分 也是采用大量的电子化的东西 就是一些电子仪表 电子换挡装置 还有电子手刹 还有一个非常大个的中控触屏 至于动力部分它采用的是一具1.5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拥有多点喷射 也就是Multi Point Injection 能够输出154hp 230Nm的动力 当然除了这具涡轮引擎之外 它也是有一具自然进气引擎 也是1.5升的 能够输出 114hp 143Nm的动力 不过这具 自然进气引擎只有在中国内地市场才有 然后这两具引擎都是匹配 奇瑞自主研发的一个 CVT变速箱 那么要是这款车进来我国市场贩售的话 你会选择它吗 还是选择其他的同级竞争对手呢 在下方跟我们讨论一下你的 一些看法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一期的美洲360全部的新闻 要是喜欢这期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 订阅加分享 当然也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们最新的影片 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关注我们的IG TikTok和小红书里面会有更多不一样精彩的内容 所以我是志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